不解风情 破坏气氛 绝筋队太过分了 马龙不给面子 赛后还要追加嘲讽 詹姆斯彻底记仇了 绝筋队阵胡人的比赛 詹姆斯完成了自己的411伟大工程 实现了传奇之夜 确实是很努力的想带队赢球 胡人上半场最多领先绝筋11分 可是又被翻盘 又是纠缠三结 打到最后两分钟被绝筋队一波11比2带走比赛 每次都是这样 胡人和绝筋总能打到最后 但胡人老是被一波流带走 更重要的是 绝筋这个球队确实是有些非常不懂事 不解风情 本场直接搅局了詹姆的里程碑之夜 这就不说了 而且还在疯狂的做出那些落他面子的事 例如本场比赛的第二节 当詹姆斯上篮拿到4万分的时候 绝筋队主教练马龙居然不叫暂停 胡人队这边哈普教练忘了叫暂停了 然后绝筋队这边就是不叫暂停 不给你这个面子 不叫停让全场庆祝恭喜你 比赛接着打 又打了4个回合来回2分钟的时间 导致张王非常的无奈 一直想庆祝自己的4万分 结果呢 对面教练不给面子 自己教练又看比赛看入迷了 始终没有人暂停比赛 官方也不叫暂停 到后面 比赛终于进入暂停的时候 这个热情已经退下去很多了 首先这个场合就已经是很不尊重人了 更加离谱的是本场比赛的赛后 当绝筋战胜了胡人之后 绝筋记者是公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羞辱詹姆斯 赛后绝筋队的跟队记者直接晒了一张图 是詹姆斯当初决定一加入热火的时候 三巨头在这表态的时候 当时詹姆斯说 我能为热火带来不止一个 不止两个 六个 七个总冠军 NOT1 NOT2 这都是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梗了 然后绝筋赛后 专门让他们跟对记者 把这张图片和视频放出来 还配了一段话 NOT1 NOT2 把詹姆斯原话重复了一遍 然后问你 绝今现在迎呼人几次了 詹姆斯你当时说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不是三次 而绝今现在专门配上你的话来嘲讽你 我们赢你也不止一次 两次 三次 因为确实 绝今已经连赢了詹姆胡人八次 中间有二十分以上的大胜 也有的是什么三节落后 然后突然翻盘的 反正什么情况都有 胡人就是一场都赢不了 赛后还要被对面的这个跟队记者进行嘲讽 确实是有点过分 这是多大的嘲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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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